好 各位觀眾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來到基隆這個長照中心 目的就是要宣告 80歲以上就要廢除巴士亮表的政策 因為他認為巴士亮表 反而會造成一些一般民眾的困擾 所以希望他當選總統之後 就會來推動這個政策 不過外界最關心的還是 他最近跟郭董的整合程度 到底到哪邊了 因為先前他們也都互相都承認了 兩個人已經有溝通過了 那到底是播電話還是見面了呢 我們剛剛也問到這個問題 後遇怎麼回答 先看一下小早訪問 郭董說有跟你談過 是電話嗎 還是見面呢 而這幾天是不是郭董有在聯繫你 還是希望見面 當時郭董特別要求我 你們兩個都不要對外說 既然郭董也說了 所以說的內容跟方式 我還是尊重郭董來對外說 目前對於合作有共識嗎 那整個內容我相信 郭董在這兩天也有在說 我們有聯繫 到底是什麼內容什麼方式 本來他是說不對外說 他竟然說了 是不是請我們大家可以請教他 我一切尊重郭董市長 可以聽到後遇還是一樣沒有正面回答 他是表示說他跟郭董已經說好了 都不要對外界來說明 那至於這傳出最近還是有沒有 郭董是不是最近還是在約他 再來進行這個咖啡會呢 他也是沒有直接回答的 他只說一切都是團結為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要辦公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